近日小燕在上海误入浮华剧组遇到了高伟光 当天高伟光穿着一身鼻挺的西装 优秀的身高站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开拍前补妆时 化妆师仰着头伸长手 才能够到高伟光的脸进行补妆 高伟光补好妆后 张雨琪蹦蹦跳跳来到高伟光身边 随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拍摄位置上 准备拍戏 正式拍摄开始后 张雨琪走到高伟光身前 和另一位配角演员对戏 似乎是两位女演员 在对话中发生了冲突 随着剧情发展 配角演员上前要与张雨琪拉扯打架 此时高伟光眼疾手快 一把将张雨琪拥进怀里护住 用自己的后背承受攻击 如此超man的呼气举动 到时不知又会有多少迷媚的芳心 被收割了呀